这一期的妻子的浪漫旅行已经播出了 虽然里面英才而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欧洲 而是自己一个人去往欧洲 但是这样也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安排 但是在里面最让我们吃惊的还是谢娜 在我们的眼中 她一直是一个很大方很外向的一个女汉子 但是在这一期里面她竟然哭了 看着也是让人很心疼的感觉 而这一期里面虽然在开头的时候有一点小插曲 但是还是在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之后进入了正轨 而这一期还是和之前一样 每一期都会有任务 而这一期的人物其实还是比较开放 比较嗨的 而谢娜的任务就是找一个陌生人公主 这就不禁让人担心了 快到节目的最后 几个人准备先把任务做完 谢娜找到一个陌生人之后 虽然很难表达出公主抱的英语 但是最后还是成功让对方完成了任务 但是中间的过程还是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 在节目的里面主持人陶金莹 在里面说到一句话 顿时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那就是看她的手放在哪里 这个老外看着文质彬彬 但是手却不安算 但是杰哥接下来的做法却被大弹 虽然老外的手似乎有不安分的嫌疑 但是谢娜的包包却起到了保护自己的作用 没有被吃豆腐 但是在杰哥看来 这只是一种侥幸 杰哥首先在看到老外手的时候 其实最开始是注意谢娜有没有被侵犯 首先是想要保护她的感觉 而到了节目的后面 也是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虽然谢娜的没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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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